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抬头 那2021年5的投资主线应该是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五 那本周最大的新闻消息 那当初刚刚公布出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那在所公布出的细节当中 美联储官员认为目前美国经济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恢复 但其经济与就业依旧低于美联储的预期水平 那百年难遇的新冠疫情依旧为经济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因为考虑到这些不安因素的存在 所以美联储认为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合适的 而在美联储内部 多维官员再次强调 美联储的政策路径的改变主要是基于结果 而并非基于预测 而关于美联储这样的形式风格 在上周三的直播当中 我是有跟大家分享交流的 那截止目前为止 我认为美联储并不会冒着打断经济恢复的风险 选择贸然收紧货币政策 反而会因为之前的多轮宽松效果正在慢慢的减弱 所以如果要维持经济的复苏预期 美联储大概率将会继续宽松下去 而说到这点可能有朋友会问 那继续宽松 那难道美联储不会害怕通货膨胀吗 而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在上周直播当中 我也是有做回答的 那就是因为多印出来的美元 是因为整个世界在帮美国进行消化 所以即便通货膨胀真的出现大幅攀升 相对于其他各大经济体 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可能都会是相对温和的 那对于关注我个人有段时间的朋友来说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与大家讨论具体的投资方向之前 往往会对宏观环境进行介绍与说明 而这也是我个人近些年在接触霍华德马克思的投资理念之后 所形成的 而对于这一点的解释 那作为投资者 我们可以并不知道我们将会去向何方 但作为投资者呢 我们一定要尽量弄清楚我们目前身在何处 这样的一句话正是来自于霍华德马克思的著作当中 那画质此处可能有朋友已经在问 你看说着说着 艾伦又开始不讲人话了 那其实我个人的用心主要是想让大家对接下来的市场 首先要有一个大的蓝图 那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这种情况啊 我们每位投资者都应该尽量避免的 当展望后市的时候 当我们进行了一个宽松环境的预判 当我们认可通货膨胀即将抬头的情况之下 那接下来我们要落地的就是我们投资方向的具体选择 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具体投资方向 实际上从去年第四季度我已经有所交代 那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以通货膨胀作为接下来的投资主线 具体的方向与板块可以是能源与大宗商品 而讲到大宗商品 在本周周一写给朋友们的邮件当中说到 以矿业股BHP为例 在我个人看来BHP冲破50走出历史新高 会是大概率事件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名字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节目见 股票外汇 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依然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